继续要带您看儿少团体每年都会针对网友发问卷 颁发所谓的金巴勒奖 给最血腥对儿少最不友善的媒体 而今年又是以苹果日报再度蝉联冠军 去年12月份在台南游乐场发生男童遭割活案 还有今年4月高雄捷运的活春宫事件 以及名人李珍妮女儿身世的新闻 被网友票选为年度三件重大儿少新闻 各家平面媒体也争相报道 但其中中国时报 自由时报和苹果日报的报导方式 却被网友票选为最不适合儿少阅读 儿少个资的部分在媒体的揭露 其实还蛮频繁的 这一大隐忧 然后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是三色星的照片跟示意图 其实现在很多媒体都用的还蛮频繁的 不良行为的过程的会巨细迷意这样子 儿少团体每年都会颁发金巴勒奖 给网友认为新闻报导最血腥最暴力的平面媒体 苹果日报以高达百分之六四点七的得票率 再度产临冠军 但其实青少年也有不同的看法 他们照片就是很大胆 就是人家完全不打马赛克 就直接爆出来 只看苹果 其他都不看 对 为什么 我觉得比较有趣 因为他写的比较多 儿少团体表示 今晚苹果日报又连装 但不像往年 所有新闻都被票选为对儿少罪不友善 显示苹果日报在成立新闻自律委员会后 有发挥一定的自律功能 因此呼吁其他媒体也能建立自律机制 为儿少新闻做好把关 就像蒋龙翔 调报道